- 潘兆聪,恐怖在戰 - 恐怖在戰 - 恐怖在戰 - 今天看到恐怖在戰的精華有點特別 - 以往我們在節目中就剪輯一些精華出來 - 但今天這件事我想做一點點效果 - 因為羅詠嫻說了一個網上的都市傳聞出來 - 早前大家會聽到一條聲帶 - 究竟Laurel還是Yanny有不同人 - 聽到不同的效果 - 原來Laurel和Yanny是一個都市傳說 - 我未聽過的 - 不如聽聽羅詠嫻如何演繹這個故事 - 最近流行網上有一個都市傳說 - 什麼傳說 - 一個叫Laurel和Yanny - 那個錄音就是 - 我知道 - 阿寬Sir你聽就是Laurel和Yanny - 這個跟鬼沒有關係 - 但它背後是有一個很悲慘的故事 - 所以才是到市傳說 - 是嗎?不如我講一點點吧 - 因為最近有一段影片 - 其實是講兩個英文字 - Laurel和Yanny - 但不同人去聽那個發音的話 - 都聽到不同的名字 - 是 - 其實我是聽到Laurel - 我是聽不到Yanny - 是 - 我也是聽到Laurel - 是嗎? - 但我想說 - 我有一個粉絲 - 她是跟我說 - 她是聽到Yanny - 即是真的有大家不同人 - 聽到不同的東西 - 是 - 為什麼會有一個都市傳說在背後呢? - 是 - 她們說在外國很冷的地方 - 嗯 - 有一天有一對孖山姐妹 - 是 - 她們就出去開車出去看電影 - 怎知看完場戲出來 - 外面已經橫風橫雪 - 嗯 - 她們就馬上要開車回家 - 已經晚上了 - 她就開車回家 - 是 - 當時其中一個姐姐 - 一個叫Laurel - 一個叫Yanny - 嗯 - 她就決定 - 不如抄小路快點回去吧 - 這麼惡劣的天氣 - 就很可不可以抄小路 - 因為那天氣太惡劣了 - 路牌也看得不清楚 - 她們就是當失了路 - 嗯 - 當時就馬上打手提電話 - 打地視的爸爸 - 爸爸啊爸爸啊 - 我們現在當失了路 - 嗯 - 爸爸就說 - 你去哪裡啊? - 她說 - 我們就是回家有條小路 - 我就抄小路 - 嗯 - 但是我現在逛逛逛逛 - 而我爸爸就說 - 你們倆一定不可以離開車 - 嗯 - 留在車上 - 我現在去幫你們報警 - 都只是跟警方說大概的位置 - 你知道外國的拉登警察 - 舊你都很久 - 尤其是那天氣已經很惡劣 - 嗯 - 兩姐妹就好了 - 聽爸爸的話拉登 - 但等了一下 - 不對路啊 - 真是很誇張 - 這些說話很橫風華 - 真是搏一搏 - 搏一搏 - 和姐姐決定 - 嗯 - 怎料今次心態完全迷失方向 - 就駕駛到車壞了 - 為什麼呢 - 沒油 - 哦 - 就停下了 - 亦都原路一直見不到救援有人 - 嗯 - 當時就立刻打電話給自己爸爸 - 爸爸爸爸 - 我們已經死了 - 他在做什麼事 - 車沒有油 - 就跟爸爸說 - 爸爸不如我們下車走 - 看看有沒有地方入油 - 或者是有沒有一些房子可以幫他 - 嗯 - 但爸爸當時就反對 - 他說不要啊 - 你們千萬不要離開 - 離開那個車 - 嗯 - 這個年份呢 - 有可能是一些舊的年份 - 因為有些人都會問 - 為什麼不用手機分享的位置 - 嗯 - 可能是在舊年份 - 不太清楚了 - 因為都是刀子傳說的 - 嗯 - 當時呢 - 我爸爸就正要反對 - 但是呢 - 兩個女兒就擅作主張 - 因為他們覺得 - 車已經沒有暖氣了 - 如果他們留在一輛鐵裡面 - 車鐵很冷死 - 嗯 - 與其冷死不如出去搏一扣 - 兩姐妹就走 - 哦 - 但在很惡劣的天氣 - 兩姐妹已經很吃力 - 再打給爸爸 - 爸爸我們已經死了 - 為什麼呢 - 嗯 - 我們等不到救援 - 遠路周圍都沒有人 - 但是橫風橫雪 - 我感覺到我和爹爹很危險 - 是 - 那我們爸爸應該怎樣做 - 當時爸爸就很痛苦 - 其實在梳法道 - 其實心裡都知道有九死一生了 - 嗯 - 他說你在雪地掘一個洞 - 一個就蹲在裡面 - 另一個就在頂上擋著雪 - 哦 - 原來這個做法可以救活其中一個人 - 是 - 因為一個人蹲在一個洞裡 - 就可以避風雪 - 但頂上擋著雪的人 - 就很大機會會凍死的 - 嗯 - 當時我女兒就問爸爸 - 爸爸 - 請問是Lorel - 躺在頂上 - 還是Yang - 躺在頂上 - 嗯 - 那我爸爸呢 - 即是要選自認哪一個女兒死了 - 是啊 - 她答不出 - 她就沒有出聲 - 就拿著電話 - 聽著很惡劣的那些風聲雪聲 - 是啊 - 然後呢 - 直到兩個女兒 - 沒有了聲音 - 她爸爸就已經知道 - 應該是沒有了 - 凍死了了 - 救不回了 - 嗯 - 果然啦 - 那風雪過後呢 - 就找到兩個屍體的女兒 - 都是傳說的 - 啊 - 就是插了一個雪 - 已經凍到薑就凍死了 - 爸爸就出席兩個女兒的喪惡的時候 - 表現得非常精神失常 - 是 - 為什麼呢 - 就是說Lorel和Yang - 就是說她的口音法 - 有些人聽就是Lorel - 有些人聽就是Yang - 就說她的父親當時黏了線之後 - 心裡非常掛詐自己 - 如果我當日選了隨便一個人 - 會不會有一個救活到呢 - 所以呢 - 就弄了這個音 - 就是說 - 在網上就變成了一個都市傳說 - 就說 - 有些人會聽到是Lorel - 有些人會聽到是Yang - 就會不會是她的父親一個怨言 - 就是幫她選究竟是Lorel - 還是選Yang - 哇 - 原來這個都市傳說 - 是說Lorel和Yang - 有這麼悲慘的故事在背後 - 我是第一次聽的 - 究竟你會聽到Lorel還是Yang - 有人說 - 其實是因為聽覺開始衰退 - 年紀大像我這些 - 我是聽到Lorel的 - 不知道你是怎樣 - 說到這件事 - 回想起來 - 其實幾年前我們恐怖在線 - 都有一件事很古怪 - 當日在節目裡面 - 聽到有幾個 - 哼哼哼 - 還是哼哼哼的笑聲呢 - 都調了很久 - 現在剪回這段聲音出來 - 看看你會聽到 - 哼哼哼 - 還是哼哼哼呢 - 來吧 - 平時這些生活習慣我很了解 - 哼哼哼哼哼 - 就是這一段 - 我聽到 - 哼哼哼 - 是一個應的聲音 - 但有人聽到笑的 - 聽多次 - 哼哼哼哼哼哼哼 - 至於你聽到什麼 - 我聽到 - 哼哼哼哼哼 - 對了 - 不知道大家觀眾 - 我完全沒有聽到 - 哼哼哼哼 - 我聽到 -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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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我一定是 我和Edmond也是 但是我跟你聽到Laura Laura是一樣的 我沒有聽到Yanny 這個聲段我跟你聽到是一樣的 但是我聽到這段 我就很肯定 她是 因為我記得芯姐是很肯定的 只要她特地 她這條聲帶在節目裡面 她特地自己錄回來的 對,就告訴她 喂,真的哦 我真的聽到很不同哦 這樣說 好了 究竟是不是外星人給我們的訊號 每個人接收的訊號是不一樣的呢? 有待驗證吧 咦? 沒有了? 看完了? 最清楚的部分 那就停了了? 是啊,真的不好意思 這只是每晚恐怖在線的精華片段 如果你都想看完的話 就非常簡單可以參與我們 月費計劃可以上去 admondpoint.com bigbigair.com 裡面參與月費計劃 聲音就是30元 視像是40元 如果加上用APP就是50元 好了,至於說我不想參加月費 對呀,想給Cons看哪集 就買哪集 也是可以的 當中我們bigbigair的手機APP說話 你可以釋除專片 喜歡哪集就買Cons看 所以希望你快點成為我的付費會員 你會看得最多最恐怖的個案